讓更多的同學可以參與 然後也有今天的成果 真的是非常的感佩 那我都知道 世界早已是個日子村 面對這序課程的發展 同學們早就生死在 虛擬外面的世界中 那在這種面對未知和變動的世界裡 同學們最需要的能量到底是什麼呢